记者于恒星北报道 骗炮不成反遭海扁 26岁夏庆男子在KTV认识18岁郭姓女子 对女方可爱领庞及修长眉腿经为天人 向一亲方舌的夏南日前进传简讯给郭女邀约上旅馆 声称握有女方性爱画面 只要穿着热裤赴约就当场杉片 郭女的必信男友得之后帅气名有人冲进房间痛哦 夏南辖取警方或报赶底 夏南差点就被扁成猪头 警方调查夏南约半年前在KTV对郭女一见倾心 不顾女方已有男友评线阴情单位或回应 本月10日她命名发简讯给郭女 内容提到手上有你的性爱影片 要见面吗穿热裤来我就当场删掉影片 郭女收到后相当担心 以为真的有不雅影片遭外流 告知鄙南后回复简讯 双方相约12日下午1点 在府中捷运站外的便利商店见面 但意图不轨的夏南早就开好房间 当天临时郭女改道到附近的旅馆 郭女一约穿着热裤前往 找来7名有人助阵的鄙南 随后抵达一群人大阵仗进入店内 引发当时正在附近寻先的警方起疑 向服务人员询问发现没有入住记录 怀疑这群人涉及不法立即呼叫支援 郭女上楼后打电话要夏南帮忙开门 避南等人则躲在走道转角 夏南开门后一群人冲进房间内 对夏南就是一阵群打脚踢支援警力逐层查访试听 见骚动发现夏南遭到围殴 立刻喝斥不要动并将在场 共识人全部带回警局 警讯时夏南公称性爱影片是网友传来 他看完觉得片中的女主角神似郭女 所以才谎称她的性爱影片想接此和郭女发生关系 不料才一开房门就被大批男子包围痛 哦 避南则怒指夏南不断用简讯穿一些不堪入耳 雨带威胁的话给女友 他才找朋友来打算教训一下 避南实质夏南恶性根本就是骗号 警方清查夏南手机 确认并没有任何不雅影片 但夏南人被依恐吓罪一送法办 令涉嫌纠中的郭女及动手打人的避南等八人 则被依妨害秩序及伤害罪送办 赴 3. montorm 7. montorm 10.9. 16. 16.